尽管土耳其强症发生至今已经超过了黄金72个小时 但土耳其南部的一片废墟之中 救援人员陆续发现了三名生还者 其中包括一对妇女和一名女性 生还者奇迹般获救 也让救援人员从政士气并赞颂神灵是伟大的 土耳其和叙利亚是在星期一凌晨发生的7.8级强症 随着搜救行动在星期四迈入第三天 伤亡人数也正在持续攀升 两国的死亡人数目前已经超过15000人 尽管救援工作遇到寒冷天气 道路阻断和余震等困难 但搜救人员依旧坚持与时间赛跑与死神抢人 目前搜救工作已经至少持续了77个小时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在星期三晚上清零灾后现场 巡视救援工作的进展 而伊斯坦布尔证交所更在同一天宣布暂停交易 直到2月15号 据了解这是土耳其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地震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